所以我们也把今天的时间 我们交给宋牧师 来为我们分享 洁净血脉的必要 把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我们邀请宋明良牧师 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宋牧师请 好的 谢谢文序牧师 谢谢金方姐妹的分享 真的我们真的需要上帝 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帮助我们 来洁净我们 那今天我的题目是 洁净血脉的必要 那首先我必须要 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题目 换句话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同 这样的分享 那如果万一你回到教会里面 你的牧师 你的教会 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的话 我要请大家 一定要尊重你自己的教会的立场 尊重你的牧师的立场 那至于我来说 我是100%相信 我相信这个血脉 必须要得到捷径 我也相信 在天上法庭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功用 就是要接近我们的这一个血脉 所以今天我会从圣经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来 你的旨意就是要 捷径我们每一个人家族的血脉 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赞美 求天父今天在这恩待我们 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 让我们听见主你的声音 因为主你说一句话 胜过人说一千句话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错在你的手上 这样的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转化的过程 其实自然界跟灵界它是平行的 所有的事情发生 首先是发生在这个灵界里面 过后它就会发生在这个自然界里面 但是它们是平行的 换句话说 你从自然界里面 你也能够了解这个灵界里面的这个过程 那在自然界里面 一个最大的转化的过程 就是当然是一只蝴蝶 它如何的从一个毛毛虫改变成一个蝴蝶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自然界的现象里面 尝试了解一下这个灵界里面的 它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那首先一只蝴蝶 它从一个软 后来就变成一个毛毛虫 那么在这个毛毛虫的过程当中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现象 或者事情它必须要去做好的 就是这个毛毛虫要从早上到晚上 一直不断地刺那个叶子 因为这个毛毛虫知道 如果现在它不尽量多着刺的话 它有一天进入到那个蛹的时候 它没办法刺 它就会饿死在里面 或者是如果它这个时候刺得不够的话 它是没有能力经历这个转化的这个过程的 我想在这个祭坛祷告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在祭坛祷告里面我们要大量的读圣经 我们提倡大家大量的读圣经 每天读十章圣经 因为同样的 如果你没有大量读圣经的话 圣经的话不在里面的话 换句话说 有别的东西会在里面 这个世界会在里面 那如果这个世界在里面的话 我请问你你哪里有灵的力量去转化 你哪有灵的力量去改变 去完成上帝给你的这个命定 所以大量读圣经是必须要的 不然的话我们的灵会饥饿 我们的灵会受弱 根本没有能力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命定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要大量的读圣经 而这个毛毛虫的这个阶段 它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有好几次的这个唾皮 它会改变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的 当我们大量读圣经的时候 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要把我们人生里面 那些禅类我们的罪 一层一层的 一点一地的把它除掉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从我们的灵魂身体里面 一点一地的除掉 所以当我们讲到洁净血脉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那一些禅类我们的罪 把那些在我们血脉里面的罪孽 一点一地的把它慢慢的来除掉 以便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这个五点 所以经过了这个毛毛虫之后 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涌 这个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在那边的话它会有痛苦的挣扎 那么过后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这个蝴蝶 而这个勇的这个阶段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祭坛祷告里面所讲的 寻求主的面 进入到主的同在里面 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在全能者的印象 我们要进到一个内室一个密室关上门的 是只有我们单独的跟主见面的时间 那个时间是很宝贵的 那个时间就好像这个勇的这个时间这样 在那边上帝会向我们说话 会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 以便我们能够脱颖而住 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 那我最近讲了一篇道 就是寻求主的面 进入到主的同在 我已经上传到这个 Transforming SG的这个YouTube channel那边去 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 因为在几年前 有一个早上五点 当我起来寻求主的时候 上帝告诉我一句话 你要寻求我的面 你要进入到我的同在 我当时整个人认住了 我知道怎么祷告 我知道怎么祈求 我更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寻求主的面 怎么样进入到他的同在里面 我就告诉上帝说 上帝我不知道怎么寻求你的面 我不知道怎么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 而上帝就一开始 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教导我 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说 我已经达到了 我已经完全进入了 我现在还在努力的当中 所以我鼓励你 如果你真的要经历一个转换的 你要在每一天的时间里面 固定一个时间 单独的来寻求面 寻求上帝的面 其实最好的时间 寻求上帝的面 是早上三点到六点之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段时间 上帝特别爱亲近那些寻求他的人 所以你自己要找一个地方 单独的 每一天 约定一个时间 来寻求主的面 那很多人很喜欢 很迟睡 其实晚上树林的震战 最激烈的时间 是晚上十二点到一点 那时候是 邪灵最 运行最活跃的时间 所以你要很小心 你在那个时候 来祷告 当然你问我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我没有圣经的根据 这个是从我观察 从我从 所知道的事情 我发觉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换句话说 最主要就是 你自己要跟上帝 有一个约定的时间 每一天 在那个时间来朝见他 我每天朝见上帝的时间 就是五点到六点 我跟上帝的约定的 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一天 无论在什么地方 在那一段时间 我都会分别为圣 献上给主 所以我鼓励大家 要进入到这个勇 进入到这个密室里面 与神面对面 这个就是整个的转化的过程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入到 这个洁净血脉的经文里面 在六位纪二十六章 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我们一起开始来念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而他们祖宗的罪 就是干犯我的那罪 并且承认自己 行事与我反对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 把他们带到仇地之地 这段经文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 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在中文圣经翻译成罪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they confess their iniquity 是罪孽这个字 在英文圣经是罪孽 所以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孽 和他们祖宗的罪孽 皇家说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不是单单个人 我自己的问题 连我的列祖列宗的罪孽 我也要承认 就是圣经 在立位基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的 接下去圣经这样的说 那时他们未受割离的心 若谦卑了 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我就要纪念 我与亚哥所立的月 与以撒所立的月 与亚布兰所立的月 定要纪念这地 皇家说 在上帝的月 和人之间 他有一个东西会隔离他的 就是这个罪孽 所以这段经文说 如果他们谦卑了 其实要一个人 为自己的罪 认据悔改 这不太难 但是要为我们的列祖列宗的罪 来悔改的话 哇 那真的是要很大的谦卑 所以他们心如果谦卑了 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在心愿里面 主耶稣 我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 所以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个罪孽的刑罚 所以上帝就会纪念他与亚哥所立的月 以撒的月 和亚布兰所立的月 并要纪念这地 这是很怪的 讲到人的罪 为什么要说纪念这地呢 原来人与地是不能够分开的 人有罪孽 这个土地上也有罪孽 因为人的罪会玷污这个土地 甚至到有一天这个土地会把人吐出去 最近我在网上分享了一个国家命定的这一个信息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篇道的话 我肯定也上去这个Transforming SG那边 来看这个国家命定 因为一个国家怎么完成他的命定呢 基本上就是人跟土地 人的罪孽会影响这个土地 因为人基本上是从土地出来的 我们处于土 我们也要归于土 所以我们跟土地是分不开的 而整个的地球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命体 所以你可以去那个国家命定这篇道里面 去了解详细的这个情形 那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在诗篇32篇第五节 这边有三个不同的字 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 诗篇32篇第五节 我向你承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这边有三个不同的字 第一个是罪 第二个中文圣经翻译成恶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and my iniquity 不隐瞒我的罪恶 承认我的过犯 那罪是什么东西呢 罪就是missing the mark 你打不到那个红点 换句话说 你没有达标 你没有达到上帝给你的那个标准 其实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是隐藏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我们错误的动机 我们的自私 我们贪婪 我们的骄傲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里面的淫乱里面的仇恨里面的苦度 这些都是罪来的 因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那么另外一个是 不隐瞒我的恶 这个罪恋是什么呢 罪恋就是我们历代的祖宗所犯的罪 今天都在我们的这个DNA里面 所以做事的时候 我不要隐瞒我的这个罪恋 那第三个就是我的过犯 过犯是什么呢 过犯的意思就是越界 就是上帝有一些规矩 有一些条例 有一些律法 当一个人 越过这个条例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过犯 所以很多的时候 过犯是讲我行为上的那个过错 我行为上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律法 违背了上帝的这个旨意 这个就是过犯 所以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字 罪、罪孽跟过犯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我们是被保血赎为 所以我们要祈求耶稣救赎我们的灵魂身体 不歧视我们的这一个身体 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说 我们乃是等候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 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你虽然得救了 但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得数的 你的身体什么时候会得到救赎呢 就是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降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被改变 那时候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完全的得到救赎 而你的魂现在需要经过这个更新的 它也是还没有完全得救 它需要经过更新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它是想到我们的魂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而我们的灵也可能会被玷污的 所以我们被主耶稣保血救回 但是我们的身体是还没有得数的 所以当你信主之后 你回到家你看镜子 你还是老样子 你不会说突然间 你的样子改变了 你可能多一点喜乐 多一点平衡 但是你的样子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 被救赎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血脉的传承 我有责任将自己交托给上帝 并解除我继承的血液 和同气愿 好像刚才我们的姐妹分享 我们其实很多的人 我们的列祖列宗 跟魔鬼跟撒旦跟仇地 定下了许多的协议 定下了许多的贺同 定下了许多的契约 当他跟那个邪恶的灵 立这个约的时候 其实他的后代的子孙都在里面 这跟亚当犯罪 我们大家跟他一起犯罪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血脉是传承的水多的这一些协议 这些和同这些契约 这个就是圣经所述的这一个罪孽 上帝不会主动的将这些约和罪孽 从我们的身上除去的 他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就好像今天你上到法庭 你没有去回复你的这一个控告 控诉 那法官在你没有回复的时候 没有回答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赦免你无罪呢 他是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他赦免你无罪的话 那法官就要说 他是不是一个公义的法官 所以就是为什么圣经说 魔鬼撒旦他热业的控告我们 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有太多的罪孽 使到他可以有借口热业的控告我们 所以你要了解上帝爱我们 他是公义的法官 他不能够主动的将这些约和罪孽 从我们的身上除去 除非我们与你成等 我们必须自己选择将他卸下 舍弃属魔鬼的传承 我们必须特意打破这些 就是与其他神明所立的约 所定的协议 以及所行的仪式 所以当我们还活在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变成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有意的决心的 承认这个过犯 以便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犯的罪 我们的祖先犯的罪 我们的罪玷污的这个土地 玷污了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后代 无论你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好 这都会影响你的这个生命 也会影响你的这个下一代 圣经有什么经文证明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有的 在丹尼里书第九章 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丹尼里他如何的为他自己的罪孽 为他自己的列祖列宗所犯的这个过犯 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丹尼里书第九章 当丹尼里读到这个耶利米的预言说 耶路撒冷荒凉年数要七十年为满的时候 他就准事披麻蒙灰 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所以丹尼里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他披麻蒙灰 那是何等的谦卑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主祈祷恳求 你留心丹尼里的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是一个典型模范的祷告 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的 他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第一点并不是承认自己的罪 第一点他是称颂主的名 他说我像耶路啊我的神祈祷认罪说 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像爱主守主洁明的人守阅施慈爱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肯定了上帝的信誓 他肯定了上帝的信誓 是一个本性 所以因为他肯定了 所以他才接下来为自己认罪悔改 他说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判逆 你注意他用的词 他说我们 他不是说他们 他也不是说我 他就要说你在做认同性的悔改的时候 你不要用他们 你不要说我的祖宗他们犯了这个罪 当你用他们这个字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在做认同性的悔改 你是在做法利赛人的悔改 你是在把责任推在他们的身上 你是把这个罪孽是他们的事 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是倒霉继承的这个罪孽 这种心态不是谦卑的心态 所以丹尼里这边说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判逆 你要知道丹尼里他是一个义人 你从丹尼里书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的不肯吃 这个尼布加尼斯玩的这个膳食 他宁愿自己吃那个素食 他也不愿意堵污他自己 甚至他连不顾自己的性命 也要向耶路撒冷来祷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很圣洁很公义 很爱上帝的一个人 但是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我们犯罪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刚才列位基罗文所读的 他为自己的祖宗的罪孽来认罪祷告 如果你再继续读在学校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 因得罪的你就都免上蒙羞 我们都得罪了你 他不但为自己的血脉来认去悔改 他甚至为他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来认去悔改 他说我们的君王 我们的首领 我们的列祖因得罪的你 都免上蒙羞 这是何等的谦卑 你要知道 其实但列里他本身是一个受害人 因为这些君王的这些败坏 败偶像使到他家破人亡 使到他成为一个亡国奴 其实他是深受其害 他深受这些人的罪恶 罪过来自己成为一个受害人 但是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他并没有怀作一个苦度的心 他并没有埋着一个怀疑的心 他并没有像亚当说 都是你赐给我的女人 使到我今天犯罪 没有这样的退却责任 他把整个的这个过犯罪孽 扛在自己的身上 他说是我们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 你都免上蒙羞 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很谦卑的祷告 所以当你来书第九章的时候 后来上帝就跟上帝说 大蒙倦爱的大利利亚 你是一个蒙上帝很爱 因为你很谦卑 因为你愿意承担 你这整个民族的罪 你知道很少人愿意这样做 关我什么事 他们犯罪关我什么事 他们杀人犯我 他们贩毒 他们淫乱 而他们搞同性恋 关了什么事 真正上帝要的是说 主啊我们得罪人 我们新加坡人得罪人 求你赦免我们 上帝要听人这样的祷告 所以我们向神悔改 承认我们对这一切的罪孽 是有责任 犯罪行不义的人 原本可能是我 所以我悔改 就好像我曾活在那个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就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要在那边说 都是我的老祖宗 害死我 今天这个情形 害得我这个样子 你讲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那个光景当中 我们也可能跟魔鬼立愿 我们在那种贫穷 痛苦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会找协定来帮助 我们也有可能的 所以不要怪亚当说 亚当啊 为什么上帝告诉你 不要吃啊 你去吃 因为如果你是亚当的话 你也可能会去吃的 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光 夏娃太美了 这个亚当受不了 所以夏娃家他吃 他就吃了 而且在为我们的列祖列宗 祷告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上 我就在那里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都在他们的身体里面 就好像亚当这样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关我们什么事 但是我们全部人 全人类都在亚当里面 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全人类都犯罪 你也许没犯罪的罪 但是你的祖先当中 有人曾经犯过 这些罪就一直地控告你 直到你悔改为止 罪孽控告你 因为现在活着的人是你 在你身体里面 带着那个罪人的DNA 你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好 你的DNA都是 从你的列祖列宗那边 传承下来的 虽然他们已经死了 但是他们跟魔鬼 沙旦所立的约 还是存留在魔鬼的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魔鬼 能够在天上的法庭 一直地不断地控告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是活着 而且在我的身体里面 有着那个DNA在里面 所以在天庭的法律上 魔鬼是有权柄 继续地来控告我们 祖先以恶魔达成的契约 这些契约被记录在地狱中 我今天仍然承担做后果 为历代的罪 为改能释放我们 帮助我们颠覆指控 扭转局面 破除咒诅 将我们及我们的后代 从这些恶魔的契约中 写救出来 上帝很恩待我们 祂要救我们脱离这一些 捆绑这一些咒诅 这一些控诉 但是除非我们愿意谦卑 我们愿意认罪 我们愿意悔改 不然的话 魔鬼它是还有那个权力 继续地控告我们的 圣经有什么经文证明 这样的一种理论 一种说法 在出外基地第二十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圣经讲的基础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之子 直到三世代 爱我 守我姐妹的 我必向他们发辞爱 直到千代 中文圣经翻译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但是在英文圣经是 他们的罪念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 abon the children 那很多的时候 尤其这个时代 我们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 我们总觉得 个人主义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希望真的是如此 但是圣经的教导 却不是如此 上帝圣经神的话 说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自子 直到三世代 除非有人认罪悔改 不然的话 这个罪会一直的 影响他的下一代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念 我要追讨他的罪念 在耶利米书第14章第7节 更加的清楚的经文 耶和华 我们的罪念 虽然做见证告我们 还求你为你的名 的缘故行事 我们本是多次被盗 得罪了你 圣经讲的是很清楚 我们的罪念 做见证告我们 魔鬼用我们的罪念 天天的在上帝的 法庭中来控告我们 这段经文圣经讲的很清楚 我们的罪念 虽然做见证告我们 但是求你怜悯我们 以赛尔书53章第11节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因主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部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念 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 讲到主耶稣基督 那如果罪念 如果我们历代的祖宗的问题 在我们的身上不会有任何的作用的话 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担当我们的罪念呢 他为什么需要为这个罪念付上代价呢 黄文基督说 这个罪念会来影响我们 会来限制我们 会来控诉我们 所以他必须要为这个罪念付上代价 在第五节圣经这样的说 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 那只为我们的过犯受坏 为我们的罪念压伤 那圣经说什么呢 他为我们的罪念压伤 为我们的过犯受坏 为我们的罪念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你看到那个不同的不同点吗 过犯受害 罪念压伤 边伤我们得到医治 什么是压伤呢 比如说今天你不小心跌倒了压伤 你的表皮可能没有任何的损伤 但是你有内伤 如果你有内伤的话 它会呈现出在你的表皮上 可能变成紫色或者黑青色 我们经常说的黑青 感谢主 换句要说就是什么呢 你的表皮其实是没有受伤 但是你里面是受伤 所以圣经说什么呢 他为我们的罪念压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罪念是在你的血脉里面的 所以他必须要被压伤 来为这个罪念付上代价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念压伤 我们今天可以脱离这个罪念 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瑕疵 罪念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影响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这个以赛亚的一个经历 当他看见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荣耀的宝座的时候 他立刻承认自己的罪 他说我是嘴唇不戒 住在嘴唇不戒的人当中 当他一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 圣经这样的记载 由于上的佛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就是用火简从坛上取来的 所以谁说这个祭坛是一个旧业的东西呢 谁说祭坛在幸运里面 跟我们是没关系的呢 圣经说什么呢 这个坛是在天上 而且这个坛上是有火的 所以地上的这个祭坛是照着天上的样式被造的 他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 将炭沾了我的口 说我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灭了 那因为以赛亚他承认 所以上帝就赶快的洁净了他的这个罪孽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把神圣的这个预言交托给以赛亚 要他发出这个预言 所以上帝要除掉这个在他身上的这个罪孽 所以圣经很清楚的很多的经文讲到这个罪孽的问题 那到底罪孽是来自什么地方 他的源头是什么 在以西节书第28章12节到18节 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罪孽的这个源头 虽然这段经文讲的是退落王 但是所有的解禁家都承认都相信 这段经文其实讲的是魔鬼撒旦 因为在第14节说 你是那树高遮烟月跪的基督派 关键要说这是一个天使 第13节说 你存在神的一点源中 所以他不是讲到亚当消瓦 因为他是讲到一个天使 然后第15节 从你受到之热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处不易 那中文的圣经翻译成 查处不易 但是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的时候 他是讲到那一个 它是讲到那一个 它是讲到那一个 在你中间又查处罪孽 第18节 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 所以所有的罪孽的源头来自哪里呢 它来自魔鬼撒旦 所以换句话说当亚当听了夏娃的话 夏娃听了魔鬼的话的时候 当他一听了魔鬼的话的时候 魔鬼的罪孽就玷污了亚当跟夏娃 从此之后这个罪孽就临到全人类 求上帝怜悯我们 DNA 什么是DNA呢 DNA是身体长存储蓄的信息 它是一组蓝图或代码 包含了每一个细胞如何构建自身的密码 携带的信息绝对了你的外表 你对疾病的敏感性 而你的天资还带着回忆 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个独特的DNA 它决定你的思维和形式方式 也会影响你的偏好选择和心态 今天你有多高 或者你头发的颜色是什么 或者你身体里面的这些疾病 其实都跟你的DNA有关系 所以当你一个人他有高血压 他有心脏病的时候 医生就会问他 你家里有没有人也有这样的毛病 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要知道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 还是你被遗传到的这个疾病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会继承了你家族的这个疾病 你会继承了他们给你的这个DNA 你的这个体型 你的这个头发的颜色 眼睛的颜色 甚至你的外表 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们的这个灵性 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DNA 只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 你的这个构造 而对你的灵性确实没有影响 为什么你把你的灵跟魂跟身体 把它分开来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DNA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话 同样的在DNA里面的灵性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孽 其实很简单 你看你的家里面 有什么不幸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它是一而再再而再发生 好像刚好我们姐妹的分享 那个疾病 有的是离婚 家族里面一直有人离婚 有的是生意一直失败 一直破产 有的一直犯淫乱 有的一直被某种东西捆绑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罪孽 正在发挥它的果效 换句话说 魔鬼一直用这个来拦阻上帝 释放我们 来拦阻上帝 祝福我们 来拦阻我们 走上我们的命定 因为它的控诉 它的控告 这一个法官 它是必须要留心听的 所以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为什么我们做罪孽 是有必要捷径的这个必要 因为 它不但影响你的身体 它影响你的灵性 那基督把所有的罪孽 都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如果主耶稣 没有把我们的罪孽 都付上了代价的话 今天我们怎么祷告 也只能够是暂时的脱离 不能够永久的脱离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字节 又涂抹了在律列上 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字句 这个律列上所写的 这个 所写攻击我们的 是不但是上帝的律法 甚至 所有写关于我们的事情 攻击我们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都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如果主耶稣 没有为这个付上代价的话 今天 我们怎么认据的悔改 都是有限 都是暂时的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 所以当我们今天 认据悔改的时候 他会有持续的果效 当我们认据悔改的时候 我们的下一代 就不会受到 这个罪孽的控诉 或者是捆绑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君尊的祭司 上帝呼召我们成为 他国度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上帝国度君尊的祭司 他要成为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悔改 撇去所有恶魔的传承 弃绝 所有针对我们的邪恶的条例 上帝对我们的旨意 就是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但是魔鬼热夜不停地 在天上发亭来控告我们 而这个控告上帝是必须要面对它 他必须要裁决 除非我们认罪 除非我们悔改 突然的话 这个控告还会继续下去 他就会拦阻上帝 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命定的一些阻碍 有什么圣经的经文呢 根据呢 你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 很清楚的一幅天上话亭的一幅图画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苏亚站在约花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约苏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与他作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控告他 然后注意 撒旦是站在约苏亚的右边 在圣经里面右边是权柄的地位 所以主耶稣是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 他是代表了一个权柄 所以这个撒旦 他站在这个大祭司约苏亚的右边 换句话说 他是有权力的 他是有权柄的 来与他作对 来控告他 控告他什么呢 第二节 耶稣向撒旦说 撒旦啊耶稣折备你 就是捡血耶路撒冷的耶稣折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这段经文太宝贵了 耶稣上帝跟撒旦说话 他怎么跟他说呢 撒旦啊耶稣折备你 他不是说撒旦啊你给我滚到一边去 撒旦啊你不要来跟我捣乱 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 甚至耶稣上帝 他对魔鬼撒旦 他也有几分的这个尊重在里面 他说撒旦啊耶稣折备你 他没有说撒旦啊你这个大坏蛋 你给我滚到一边去 你不要跟我来来跟我捣乱 没有了 上帝对他 完全要说 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 当一个主控官在那边控告的时候 他不能够贬低他的身份 他也不能够贬低他的地位 因为他是公义公平的审判官 他也要尊重这个主控官所带来的一切的控告 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彩吗 换句话说 现在是剩下这个大祭司的 其他都被烧光了 其他都没有办法胜过 第三件 约束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死者面前 那为什么约束亚大祭司 他能够穿着污秽的衣服呢 圣经不是说 这个大祭司必须要分别为生吗 他不是穿着华丽的这个祭父的袍吗 但是为什么在天上的法庭 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 他怎么会穿上这个污秽的衣服呢 他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 他怎么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 来到上帝天上的法庭面前呢 第四件 使者奋复站在面前的时候 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耶稣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完美的衣服 换句话说 这个污秽的衣服 就是大祭司 耶稣亚的罪孽 还在他的身上 他还在他的身上 所以上帝说 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使你脱离这个罪孽 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第五件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 再在他头上 就是把洁净的冠冕 带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以后他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这个华美的衣服 不是用来好看 不是用来展示 这个华美的衣服 这个洁净的冠冕 其实它是代表一个权柄 所以就好像今天你看 在法庭上 律师要穿上律师袍 法官要穿上法官袍 主公官要穿上他自己的袍子 这个衣服不是穿来好看的 不是穿来表演的 这个衣服代表了一个权柄 所以这个约束 他的这个污秘的衣服 要除掉之后 他才能够在天上的法庭 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 换句话说 他在天上法庭 才能够正常的操作 但是首先 他的罪孽必须要被除掉 第六件 耶和华的使者高见约束 说万军耶和华人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紧守我的命令 这篇圣经就很清楚的 如果你承认你的过犯 你来到我的面前 你遵守我的道 紧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在这些战争人当中往来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现在我已经除掉你的罪孽 我给你那个华美的衣服 你如果听我的话 顺守我的命令的话 你就可以在天上的法庭 自由的来运用你的权柄 展开我给你的那个呼召和公用 让你能够有效的为你的民主 来代道代出 现在你了解到 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 祷告祷告祷告 好像没有回应 祷告祷告祷告 好像环境没什么改变 偶尔有些突破 但是大部分都是老样子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我们在天体上 一直被控告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大祭司耶稣啊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他们是做预照的 我要使我的布人大卫的苗玉发出 你知道当这个大祭司耶稣 他得到洁净穿上华美的衣服 上帝告诉他 他应该怎么样 才能够有效的使用 他在天上的权柄的时候 办好他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上帝就发一个预言 就是主耶稣要诞生 看到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有气眼 万俊耶稣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就是防角色 就是耶稣基督 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恋 所以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恋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盼望 破离一切的罪恋 第十节 当那日你们各人邀请 灵舍坐在葡萄树和胡瓜树下 这是万君治耶稣说 当我们的罪恋被除掉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世人和好 以赛尔书四十三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这是一段很清楚的 天上法庭的经文 我用现代中文译本 因为他讲得更清楚 上主啊 但是雅各 上主说 但是雅各啊 你没有敬拜我 以色列啊 你敬 厌弃我 你没有向我烧 献烧花剂的羊 也没有献生剂尊敬我 我没有要求基务 增加你的负担 也没有要求共襄 但你无以应从 你并没有为我买共襄 也没有向我献生剂的脂肪 相反的 你的罪恶成了我的负担 你的过犯成了我劳累不堪 但是我是唯一的上帝 我饶恕你的罪过 我不因你的罪孽向你报复 那注意 上帝说 我不因你的罪孽向你报复 弟兄姐妹你留心的听 不是上帝要用你的罪孽来对付你 你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大法官 这个公义公正的法官 他不是要来审判你 不是要针对你 他相反的 他是要帮助你脱罪 因为他很爱你 但是他是公义的法官 当这个主控官 一直不断的控告你的时候 他不能够 就在你没有承认之前 就赦免你 这样的话 就不是一个公义的法官 他说我不因你的罪孽向你报复 这不是我的动机 这不是我的用意 因为我爱你们 然后第26届 这个很重 在现代中文翻译本 翻译得很清楚 让我们同上法庭 让我们同上法庭 你可以控诉 你尽管提出你的案情 所以上帝说你来到我的法庭 你可以为自己身冤 你可以提出你的案情 证明你是有理的 只要你愿意承认的话 你的辩护律师 圣灵会为你辩护的 你的宗宝会发出那个圣灵来 他的血已经为你的罪孽附上呆着 你就能够得到解剖 所以你的祖宗犯了罪 你的领袖背叛了我 你的官长 玷污了我的这个圣索 不染了我的圣索 你的官长污污了我的圣索 因此我要彻底毁灭以色列 我要使雅各受灵录 你小心读这段经文 你的祖宗犯的罪 所以祖宗犯罪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你不能够说 我祖宗犯罪关我什么事 你不了解圣经 你的领袖背叛了我 领袖是什么 领袖是一小组的人 他们是带领 也代表了这整个国家 所以 以色列当时他的领袖背叛了上帝 最糟糕的 最致命的一点是什么 你的官长污染了我的圣索 上帝期望他的祭司 站在那一边来围这个百姓 来代祷代求 来堵住那个破口 但是现在他的官长 甚至连他的圣索的官长 都污染了他的圣索 当他的官长污染他的圣索的话 这块土地就没有希望 没有办法救赎了 因为没有人在那边 有资格的代祷代求 因此我要彻底毁灭以色列 我要使雅各受凌路 弟兄姐妹 今天新加坡会不会完成他的命定 他的决定权在于上帝的君尊的祭司 在于他的教会 他的教会有没有分别为圣 他的祭司称不称职 他的祭司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来站在世人跟上帝中间的一个堵住破口的一个人 如果他的祭司不愿意的话 相反的 这个教会让这个世界的污秽来玷污他 淫乱 骄傲 贪婪 被世界这个污秽来玷污他的话 这个土地就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所以今天我希望你看到上帝对你的期望 对我的期望 教会所要扮演的角色 不是单单要人数增加 不是的 还有更重要的 要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土地祷告 认罪悔改 现在讲到为什么有的人不同意这个洁净血脉的必要 经常 我有看这些不同的文章 我有留心听他们的分享 那我看了之后 我还是认同这个洁净血脉的必要 那我现在稍微的回答一些他们的质问 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几节 经常用这段经文来否定这个洁净血脉的必要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心道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心了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圣经不是说我在基督里 我就是心道的人 全部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的祖宗列祖列宗的那个罪孽都过去了 一切都变成心了 我完完全全的心了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心道的人是什么意思 当你信主重生得救的时候 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心道的吗 你的身体吗 没有 因为你身体还没有救赎 你的魂有心道吗 没有 所以圣经告诉你 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你要舍己 什么是心道呢 就是当你信主耶稣那一刹那 上帝把他儿子耶稣的生命 像种子这样的种在你里面 只有那个东西是心造的 就是以过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你没有这个新生命 以前你是一个罪人 你剩下的罪人 你一世都是罪人 但是今天当你悔改信主耶稣的时候 上帝把这一个新的生命交在你手上 这个新的生命是上帝儿子的生命 所以你有一个新的身份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有一个新的地位 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你有新的职份 你有这个新的 所以这个新造的人 全部都是在这个新生命里面 除此之外 你全部的东西都是在旧的 都还在需要更新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牧师有什么经文证明呢 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既有这种的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那如果全部都是新的 那何必再除去什么污秽 没有污秽的嘛 全部都已经就是以过 就变成新的嘛 那为什么保罗还告诉我们 要洁净自己 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没有必要者嘛 我们每天都是新造的人 每天都哈利路亚 每天都得胜 那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悔改的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有这种应许 你有新的生命在里面 你应当洁净你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这个就是洁净血脉 很快的 我们看一下一些圣经的例子 那约瑟 约瑟的儿子是以法年 当南国跟以色列国 跟南国分开的时候 基本上北国以色列国 所有的君王都是拜偶像 没有一个好的皇帝 南国有大王 有一些好 有一些不好 那为什么以色列国 以这个以法年 被称为北方的以法年 为什么他所有的君王 都是拜偶像的呢 这跟他的血脉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因为以法年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 他在埃及的时候 他娶了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纳给他围棋 所以在约瑟的后代里面 他们有一个血脉 那个血脉是崇拜偶像的血脉 怪不得来到以色列国的时候 所有以色列王帝 都是在以法年的后代 全部都是拜偶像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血脉的罪 来到摩西 我们知道摩西 是世上最谦和的人 但是摩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他有一个很暴躁的脾气 他以前在埃及的时候 一路之下 他打死了埃及人 然后过后 他在旷野的时候 上帝叫他吩咐石头 他已经一路之下 把那个石头打了 结果因此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摩西他有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 他有的有个暴躁的脾气 他控制不了 那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呢 也是在他的血脉里面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可以看 在出埃及记 第二章第一节 圣经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 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这很好玩 立位家的人 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为什么讲立位家 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呢 这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个立位的家族 是有问题的 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第五节到第七节 雅各这样的说 西缅和立位都是弟兄 他们的召见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啊 不要与他们同谋 这段经文说什么呢 我的心啊 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 趁路杀害人力 人力砍断牛腿大惊 他们的怒气爆裂可重 雅各发了这样的一个议员 这个就是立位家族的 这一个血脉的罪孽 所以来到摩西的诞生 一个立位人取得 另外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上帝就要告诉你 这一个血脉的问题 正在摩西的血脉里面 所以后来他因为这个暴怒 而他不能够进入到这一个 这一个应许之地里面 我们看一下大卫 大卫在诗篇五诗一篇 他这样的祷告 那时候他跟八十八犯的 这个淫乱的罪 杀了别人的丈夫 抢了别人的太太 当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 他这样的悔改 诗篇五诗一篇 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我 按你的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过犯就是他在行为上 犯了这个淫乱的罪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清 洁净 他提到他的罪孽 并截除我的罪 他里面的淫乱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所以大卫为这三个东西 来认罪悔改 第四节到第五节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你 你在你眼前行的之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亲政 我是在罪孽你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的罪 那是很奇怪的祷告 你自己犯淫恶的罪 你干嘛去怪你的妈妈呢 干嘛去怪你的妈妈 他说 我是在罪孽你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我就有的罪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伟人 都有提到父亲的名字 母亲的名字 但是大卫的生命事迹是很怪的 他提到了耶稀 但是他没有提到 大卫的母亲是谁 为什么大卫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 他的母亲是谁 圣经却知之不提呢 大卫是耶稀的最小的儿子 为什么耶稀是这么的讨厌他呢 当撒末尔要告耶稀的儿子 做王的时候 他所有的儿子都叫出来 就是不叫大卫 为什么他的哥哥这么讨厌他呢 他是最小的儿子 他应该得到最多的宠爱 但是为什么 他却在他家里面 受到排挤 他的爸爸这么的讨厌他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母亲的名字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可能给我们一些的暗示 我说是暗示啊 我是在聚念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或许 或许啊 我说或许啊 刘新听啊 大卫的母亲犯了淫乱的罪 所以这个血脉 进入到大卫里面 也进入到他的孩子 他的儿子里面 何种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 有一次雅各牧师这样的说 他说其实母亲的血脉 影响一个孩子比父亲更多 但是我们没有很明显的经文 证明这一点 就有一些比较隐约的 那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我不能够说这个 论点是一定是可靠 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孩子 在母亲里面怀孕了十个月 所以在十个月里面 他吃的都是母亲身体上的养分 从他的血里面得到那个滋润 长大成人 所以这个会给孩子的影响 是比父亲更大 求上帝怜悯我们 那有的人说 如果这个绝境血脉的这个 真理是真的是在新月也是可以有效的话 那为什么在新月里面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首先你要知道 圣经是新月旧月实施一本书 而初期的教会其实是一个犹太人的教会 在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对这个洁净血脉 承认祖宗的罪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都一清二楚 他们都完全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训 所以在新月里面你看不到这一个教导的重复 但是并不代表说 这个真理来到新月就没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新月里面有一些经文是提到这个罪念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圣经讲说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 我看书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在中文的圣经翻成罪恶 但是你读英文的圣经 是罪恶捆绑 这个讲到那个行邪术的西门 使徒告诉他说 你是被罪恶捆绑的 所以在新月圣经里 这个罪恶是有出现的 提摩太后书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柱了 根基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 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夫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中文的圣经法 总要离开不易 但是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是 depart from inequality 你总要离开罪恶 还要说离开罪恶 这是一个坚固的根基 在新月里面是坚固的根基 因为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如果你要你的祷告有效 没有被拦阻的话 没有被阻挡的话 你必须要除掉你DNA里面的 这个罪恶 所以圣主凡称夫主名的 总要离开罪恶 基多书第二章十四节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恕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英文圣经叫 to redeem us from all iniquity 要恕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又竭尽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恶 付上了所有的代价 上帝正等待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的时候 这一个宝血就要洁净我们 他的道理跟你得医治也是一样 主耶稣为我们受了便伤 我们要得到医治 但是是不是每个基督徒就得到医治呢 除非你相信 除非你知取 除非你祈求 不然的话 你还是得不到医治 他已经完成了 圣地说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全人类 还记得说全人类都可以得救 但是今天全人类得救吗 没有 除非那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恶 接受耶稣基督 对他个人的救助 他才会得救 同样的罪恶也是一样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恶 付上了一些代价 除非我们来到他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恶 我们才能够支取 这个宝血 捷径我们的罪恶 不然的话 还是一样 你明白吗 那今天我其实只是简单的介绍 那我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我的见证 在2016年里面 年初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罪恶的教导 那时候我参加Famil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他们的school ministry 他们的侍奉学校 就是加盘事工的侍奉学校 他们有一刻提到这个罪恶 这是我身边第一次听到罪恶的这个教导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在2016年我才第一次听到 那时候当我听到的时候 你知道我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是在那一次发生 当我听到一半的时候 跑出去吐 跑到厕所去吐 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听到听到一半跑出去吐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但是那时候给我看到什么是罪恋 我才知道原来是罪恋 是真的是存在的 那后来 我就参加了一个代祷的小组 这个代祷的小组 是专门来到天上的法庭 为新加坡做很深入的这个祷告 来认罪来悔改 所以每次我们有特别的这个祷告的活动的时候 那个领队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做很深入的这个罪恋的悔改 他给我们一些厕子 叫我们回去很认真的祷告 因为当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种征战 或者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魔鬼会攻击我们 或者是攻击我们的家里 所以他不要我们的罪恋里面留下任何的破口 所以他会每一次要求我们做很深入的这个罪恋悔改 所以从2016年2017年 我就接受到这个天国的教导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在天国上 洁净罪恋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祷告 有点疆疏 我就做了很多这样的祷告 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我不让我自己做这个祷告 我也带我太太一起做这个祷告 因为我不愿意 当我在做一些树林的征战的时候 我的家人受到攻击 所以我就很深入的做这个洁净血脉的祷告 然后自从2016年开始 我们的教会每一年都有自己办的 这个40天的净事祷告 我们自己办的这个40天的净事祷告 跟新加坡一般教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跟着耶和华的这个戒旗 来做这个40天净事祷告 因为我们的看法是 上帝不是照做我们的时间 照做我们的热力来做事情 他是照做他自己的热力来做事情 所以上帝的热力 就是他赐给犹太人的那个热力 所以我们的40天净事祷告 是从犹太人的以路约1号 一直到告到熟追热 这40天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主题是洁净血脉 所以每一年的40天 我们都有那个祷告文出来 鼓励弟兄姐妹照着那个祷告文祷告 所以2018年是一个洁净血脉的 祷告的祷告文 40天洁净血脉 所以每一年2016年开始的时候 在这40天里面 我都会找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淫费的地方 一个比较洁净的地方 我去那边有三天两夜的 单独一个人去那边来寻求祖的面 我当我在那边三天两夜寻求祖的面的时候 基本上我只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读经 第二个就是祷告 第三个就是睡觉 所以请了一起来读经 祷告睡觉 所以三天都是 都是这样的经过 到了2018年的时候 我同样的我到了这个 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营地那边去 做这个 要三天净事祷告来寻求祖的面 你知道第一天当我去 check in的这个hotel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房间 我一跪下去祷告的时候 我根本祷告不出 我连耶稣的名字我都提不住 我就开始吐 第一天 差不多每一次当我一跪下去 要祷告的时候我就吐 然后我 我根本不能够祷告 我就起来读圣经 读圣经就睡觉 然后起来的时候又再吐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稍微好一点 我可以讲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可以用一点点的悟性祷告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才完全的能够用悟性祷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决净血脉的祷告 那为什么2018年的时候 我还要面对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呢 那时候其实我离开那个营地的时候 我心中有点灰心失望 主啊 为什么我的血脉这么的污秽 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多次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禁 后来跟我跟一个小组的一组弟兄们分享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些话 给我很大的安慰 他说牧师 不是你的血脉很污秽 而是你现在对圣灵已经很敏累 因为你对他很敏累 所以当你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 你立刻就会有反应 而我也发觉到 当一个人很相信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 他的祷告会很有果效 但是一个人怀疑半信半疑的时候 他的祷告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果效 所以你问我 不是你完全相信这样的一个教导吗 我完全相信 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么我鼓励你 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看这个 Freedom from Iniquity by Anna Mardine Ferrell 这个美国的一个女牧师 她在这方面很深入的去分享 很深入的教导关于捷径血脉 那么台湾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天上法庭罪孽错离的祷告文 那如果你能够买到的话 你能够找到这本书的话 我也鼓励你 照做这本书 他给你的这个一步一步的祷告 你去祷告 很深入的 很全面的 来竭尽你自己家族的这个血脉 那当然你必须要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它不会有任何的果效 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 我们有疾病 如果我们不相信 耶稣会医治我们的话 也是不会有效的 那如果你读得懂英文的话 你可以用这本书 叫做Generational Prayers 我曾经用过这本书 哇我觉得里面祷告太有恩高 它是不同的代祷者 所写的祷告文 我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能够立刻感觉到那个恩高 所以我介绍你看这几本书 用这几本书来深入的祷告 所以感谢主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 authentic者订阅